我真的比較擔心的是 他都要去參加那個 年輕人都會參加那個 每年 不是跨年 跨年就不回來 那我跟他講好 我開放跨年至少 1點你回來 跨到12點了 再讓你做的時候回來 1點差不多 時間放得很寬 結果呢 你應該幫我立背 第一年 有回來 剛好1點 第二年就騙我了 我也是到現在才知道 跨年活動人越來越多 捷運真的很難騎 根本回不來 我後來都說我會早點回來 吃完早點才回來 很正常跨年很正常 那你爸爸心中心 你孤單 當然你是男生啊 女生啊 女生我們比較擔心啊 而且那時候跨年常常出事啊 什麼擁擠啊 擠到怎麼樣 我就跟他講 那女孩一定要回來睡覺 後來原來 他姊姊幫他演了 雙紅 跟姊姊唱功啊 我們互相討 到1點 我那可能等到那麼久 我跟妳在工作 我就跟姊姊講 妳幫我盯一下 1點的時候 打電話給妳妹妹 叫她回來 我說好媽媽 妳趕快出去 我就會幫妳 我就會幫妳 把妹妹照顧好 我就放心的去睡了 沒知道這一歲 睡了好多年 我都不知道 她發生了那麼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了 原來她姊姊說了 只要她 超過1點 姊姊就會打電話給她 因為1點我還在床裡面 滾來滾去 還沒有睡著 我會注意聽 有沒有打電話 姊姊就假裝講話 妹妹 時間到了 回來 已經在門口 好很好 騙我的 電話根本沒打 然後她妹妹就在外面過夜 然後我都不知道 然後她還真 她知道我睡比較晚 起了也比較晚 所以呢 她就會在我要起床之前 衝回來 衝回來 因為我們家不可能那麼早 門會打開 12點之前 不會有人打開門 除非我現在去上班 還8點 所以我8點就知道 8點是我現在出去 再來12點 結果這中間她要回來 你知道她怎麼回來 她姊姊說 當她要回來開門的那一剎那 她姊姊就要去衝馬頭 衝 吹馬頭很大聲 對不對 她媽媽有沒有聽到 因為我是很敏感的人 什麼聲音我都聽不到 她聽到衝馬頭 是 我女兒又起來上廁所 然後昨天玩得太累了 所以這個時間 上廁所 是對的 原來是她要回家 她姊姊幫她衝馬頭 你知道我會是這樣互相考 對啊 互相演示 妳們姐妹感情好好喔 超好 好羨慕喔 超好 現在才知道 姐妹的感情 勝過母女的感情 這在兩年前採訪 我才知道我這個故事 而且我每天聽到那個衝馬頭 就是她要回來的時間 小公子也很高級 對不對 好 被騙的 她是我們家最叛逆 沒有聽我的話 30歲之前就給我交男朋友 還好嗎 還好嗎 還好啦 是她在這一行能夠 好 老師 妳剛剛講過同樣的事情 她現在就知道要發負氣責了 她現在體育上 所以繼續在根萊姓這個行業 萬年求萬 要繼續努力這樣 繼續努力